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小龙虾 拿着装好 装好 没事吧 咪来到县城了 来买点啥 来买点小龙虾 买点小龙虾 上次丈母娘吃过一次小龙虾 我看挺喜欢吃的 老挝也没有嘛 老挝也没有这个东西 明天丈母娘就要回家了 我跟咪来今天买点 让她回家之前在迟点了 今天过节六一同节 所以饭店生意也好人也多 要等半个小时 没事已经等习惯了 等一下啊 能等得住 龙虾好了 买了10斤 再买点包子 不是你爸爸还有弟弟 你们特别爱吃包子 给他们点个包子 我们下回家一起吃 回家去吃吧 已经饿了 饿了 我也饿了 猫虾王 还有那个饼 飞饼 在睡觉 走 妈妈 妈妈吃饭 给你买 买龙虾了 专门给你买的 开始吃饭了 你们两个准备好 这么多的 我arah 给你买了 我让你买了 但让你买了 然后我把烤饼 我安娶了 然后你买了 我肯定的 我肯定的 就是 你买了 吃小龙虾吃包子猫血王 吃一点明天我妈妈要做了 他要回老窝了 来吃一点 韩桃生到西安 然后他跟那个表弟 他们一起回去 走妈妈 等一下我给你嫁一点 妈给你靠 韩桃生 嘟嘟 走 去吃饭 吃小龙虾 伯伯 嗯 随便坐 这个有鸡蛋哦 鸡蛋有鸡蛋还有茄子呗 嗯 你要这里 要更多的鸡蛋 这个有鸡蛋 你不会骚扯 你不会骚扯 seid 如果是另外一家 我也不会骚扯 你们这家那主持是只在摁 我买了 我吃完饭 我吃完饭 我们下午节日回来了 一天周五饭吃点饭 我吃饭 老公 老婆 来吃一个 来 哈喽 thank you 你尝一下 哈喽 thank you 我给你把妈妈明天回老窝的机票已经订了 早晨七点多从西安出发 可能四点的话就从家里就要走了 因为早点的话有可能当天就能回去 对对对就是路上不用再耽搁了嘛 早就早的好处嘛 那今天也要收拾东西了是不是 那差不多了因为明天很早要走嘛 可能今天就要收拾好了 还没准备好 好了收拾吧收拾东西吧 早点收拾好就不用那个不着急了就 好吧 你先别装这个先装新衣服 新衣服先装 旧衣服放到后面装 能拿就拿拿不了就不拿了 先把新衣服给装了 我等一下去那个去取点钱 我们等妈妈回去的时候妈妈给点钱 给点啥 不是上一次爸爸来的时候你已经给了吗 爸爸给了钱 你们之前可能对吧 稍微地里弄点啥干点啥 应该已经化美了 给点 现在要种地啥的 妈妈也几个月来这边也给我们帮忙 照顾小孩干啥的 该给 你们先收拾 我去取点 等一下给妈妈直接带成人民币带回去 老挝币的话贬值比较厉害 带人人民币回去以后就是有用的地方再用 老挝 稍换一点 中国的温少妈妈都想拿回老挝了 妈妈说 你们中国的东西都很好 啥都想拿回去 小米桃睡醒了 嗯 嗯 嗯 怎么又被骗认了 药 瓦皮筋 嗯 啥都拿 哈哈哈哈 那时候不是带妈妈去医院吗 嗯 妈妈说肚疼 鼻子疼 然后带她去医院 鼻子疼 然后医生给她看那个药 她吃了 她说特别好 就特别好用啊 嗯 然后她看到我们这个收下的药 她全部拿回去 她说好用啊 哈哈 行 可能也就这么多了看着 也快装买了 嗯 对 太多了可能怕盖不住 糖 哪里哪里有小孩嘛 你本来像上次 我记得哥哥啊 姐姐回去买了好多糖 嗯 这次的话妈妈一个人 对 我不送也带不了多少东西 嗯 能盖着住吗 能盖住啊 能盖住啊 重不重啊 等下撑一下吧 可以拿20公斤 你这个超过20公斤 没有 没有啊 嗯 那没有就好 可以的哦 嗯 再拿一个 再拿一个 小蜜桃的玩具给那个David 拿回去套玩 拆开装书包里算了 那也行 可以怎么好拿怎么来 当那个我也去那个把钱取回来了 然后妈妈进来把那个钱给妈妈 东西收拾好了 行 要把我这个取的钱给妈妈 好 妈妈可以 给 妈妈不要 要要要 然后 然后 妈妈说不要 他来这边是来舒适的 不是来干活来干嘛的 然后看完也不是他看 他看完就将近就是十天时间 嗯 然后 他说准备要 带六个月 然后爸爸说让他回去 中地 所以他没办法 好了能理解能理解 反正你跟妈妈说一下 也不要嫌多 也不要嫌少 反正我们有了会多给点 没了会少给点 你让他拿着就好了 不用想那么多 对 拿回去种地 种地很费钱的 拿着用吧 拿着装好 装好 没事了 妈妈 嗯 还要不要嫌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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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说 感谢我们两个 不管是哥哥和嫂子 都是我们帮忙 支持他们 然后他来这边 还是说一句话 也是他过来休息的 还给他买饭 给他买肉 给他吃 给他喝 你这话说 他回去 还给他钱 哥哥和嫂结婚 也是我们出的钱 特别感谢我们两个 不用感谢 这是对吧 女儿跟女婿该做的 那也是父母嘛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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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对 以后 嗯 等那个 嗯 后面再生地 让他妈妈再过来帮忙 看哦 哈哈 他那 啊 啊 嗯 啊 啊 啊 回来的